你没钱你跟他说他给吗 我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他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我最近缺点钱 啪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他的记录吗 他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他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有人找到这个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他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 美女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坦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是吧 可是你喜欢的 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他就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改 他这个坚决不改 就是他喜欢跟异性在一起交往 还是胡来 喜欢和异性交往 而且我觉得他想找备胎 他为什么想找备胎呢 就是平时我们俩一块出去 比如说吃饭 到处玩一玩 拍点照 然后他发朋友圈 然后那天我发那朋友圈一看 点开那个屏蔽了谁 有他前女友 然后再往前发我俩合照 再点开看一看屏蔽了谁 就没屏蔽谁 就是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能看见 别人都看不见 就我俩刚在一块没多久 就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内向比较害羞嘛 那我就只想让关系 比较好的人看见 就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那上回9月7号 你屏蔽你前女友是为啥 9月7号屏蔽了前女友 是为啥 这都带着时间的 就差地点了 来 人物也有了 为啥 这个是我错了 你干了什么 就和她 发合她的 然后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发跟她的合影 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屏蔽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分手的时候 答应她 然后以后秀恩爱的时候 把她屏蔽了 你直接删了不行啊 现在前女友的都删了吗 都删了 全删光了 都删了啊 行 那你们俩 处着这有啥意思啊 你天天不就处在一个 抓特务的阶段吗 今天特务干了这个 明天特务干了那个 你把特务弄出来 枪毙了不就得了吗 你还是留在看着她吗 不能 所以她的心都不在你这儿 你看着有用吗 你心在她这儿吗 我当然在她 而且就是 我喜欢看演唱会 今年有一次 我去一个地方看演唱会 她就非得和我一块儿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挺好吗 但是以前我去 她都不和我去 我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 她就一定要和我一块儿去 我也不知道为啥 为啥 我说不让她去 她也生气 后来我一打听 她前面有站上读大学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没有 就真的只是 想和她看一场演唱会 没和我看 就我自己看的 我和我朋友看的 她也没和我看 那她去了吗 去了 她和前女友见面了 见面了吗 见面了 你打着 以陪现女友看演唱会的名义 和前女友见面去了 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去那以后 她看见我在那儿 她就约我吃个饭 她怎么能看见你在那儿呢 我把朋友圈在那儿 不是说要屏蔽吗 她只屏蔽我 这个你们俩好了多久了 快年了 飞行员这个应该挺难考的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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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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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